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記得是十公分 你就畫三個 因為你看 十公分夠 這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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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 花三個 因為都練到一個數秒 一個冷色系 一個暖色系 然後取半十五公分 然後就練習很確實 就十公分是十公分 十五公分就是十五公分 就從小地方訓練 你做事那種 確實性了 就會很精準 然後你以後講的話人家都相信 因為你做事很精準 就不會有那種 假話或是謊話 所以畫不用太多 就是講重點 就OK 就從這種小地方訓練出來 有沒有 十五公分 如果你不會畫直線 就這樣黏起來 不僅算很那個處之大業 你看 有時候還會畫出來 之前有個同學 他是處女做 他真的很精準 就連這種他都 他都不能不敢做 他畫了之後是幹嘛 就是要畫那個圓形 就像我一樣這樣顛倒的 然後這樣畫 為什麼要這樣畫 因為人的 人的範圍的手 最大範圍就到這樣 不可能這樣畫那麼大 所以這樣畫是剛剛好 這尺寸都剛剛好 就把它修一下 不圓的話 再慢慢修 先至少出來 然後再擺這裡 然後再擺這裡 然後萬一這樣 像這邊有一點WIND 在修 至少也先這樣搓 三個要先搓 然後接下來 哎呀 講一下 然後接下來要分塊面 我分了六個塊面 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個塊面 大家會發現最亮的地方有沒有 範圍怎麼樣 最大 最大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它是個立體的東西 所以我們讓它放 最亮面的範圍越大 後面 你看後面越深 範圍越什麼 對 它就會有立體感 好 所以就把它這樣分一下 喔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同學們很多這都畫錯 就不然我畫到上面的時候 這個地方 斜的有沒有 斜的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它上面有個另外一個面 然後同學是對 它是畫到上面有沒有 然後是畫到這邊有沒有 然後才變斜的有沒有 這就錯了 你知道它錯在哪裡嗎 沒有值得 對 因為它超過這個範圍 就不符合那個 自然現象 好 就分格子 就大概抓一下 格子就沒有限定要多大 現在我就大概抓一下 好 越旁邊越一點 你就確定一下 嗯 這個不是喔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走 比較一 二 四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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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事都不要擠 因為這樣慢慢的 做到好就好 願意數折不打 那中間好像要擦掉嗎 你可以不用擦掉 你只好知道 你的格子在哪 如果你真的覺得 老實我會搞混 在把它 擦掉 好 然後這就往上面 這樣抓一下 為什麼要你們做事不要急 因為你越急其實就一直在重做一件事情 你不急的話就慢慢做就把一件事情做完 就不用一直重複一個動的事 為什麼會發瘋 因為一直要每天做重複的事情 他就瘋掉 然後一直加重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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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瘋 所以我們不要一直重做 我們就一件事情做到好就好 你就成就成就感就會很大 好然後就把我們的B數拿出來 B數你們就自己決定啦 因為前面已經練了那麼多次 你們應該知道哪一次最深有沒有 然後哪一次最淡 如果你到現在分不出來哪一次最深哪一次最淡 你就把前面交的再重複練一遍 你就會分了 好我先上漆 也這樣就從頭上刀 其實最難的不是鉛筆 最難的是那個色鉗筆 因為你會發現色鉗筆畫起來會比鉗筆 花的力氣還要大 好我一定要控制好 因為有些人畫到後面會越來越大力 好自己要控制好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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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一位同學他說他美容遺跡過關 然後他很開心是我教他素描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是紙圖畫得很漂亮 然後把他分數拉高 他美容遺跡就過關 所以萬一畫人的臉技術不好 或是其他 你日常那個紙圖畫得很好 可以幫你拉點分數 在考美容遺跡的時候 好,你們看其實這樣畫已經有那個 生前變化 好,慢慢講 你們看我畫的時候這邊兩個顏色是一樣的 好,所以這兩個顏色也會一樣 好,你們看,不適合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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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可憐 好可憐 看,太難了 稍微加快一下速度 因為那個什麼顏色越深越容易那個鈍掉就記得要轉筆 後來就是修一下筆 然後我要畫色鉛筆,這樣素描就完成了 然後畫色鉛筆 就先挑暖色系 你應該知道暖色系有什麼吧 這些都是暖色系 你就自己先排好順序 這樣說有顏色最淺到最深的 冷色系也是一樣 因為我怕有些同學不知道什麼是冷色系 這叫冷色系 你不要拿個綠色說老實這是冷色系 我也是傻眼 好,用完這系 那還沒畫呢 好,這我就不用吃了 我節省速度,所以我先不用吃 也是這樣滑,就有最淺的那個 你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畫色鉛筆很難 因為你力量要夠 如果你一樣不夠的話就會變成這樣 怎麼畫都畫不深有沒有 所以你要把力量再加進去 什麼叫力量,就是手指頭要用力 手指頭用力 這樣 怎麼練就是這樣三隻手收起來 這樣子 這樣捏著它 然後這樣 練手指頭要這樣捏 就像你這三隻手指頭出車禍斷掉 只剩下這兩隻 對 有,這比喻 因為你要有這種決心 才不會用到這三隻手指 要練,一定要這樣去 切斷就用嘴巴 就是 切斷就用整個 多多三隻手指頭 再補充 後來畫到這個階段,手會開始痠 然後就把他堅持的把它畫 後來就在修一下,接著要稍微修一下 輕輕一點 冷色系我就不吃飯,因為道理一樣 然後你們就今天完成了三個 鮮臂,然後滿色系跟冷色系 老師,那個寬度是10公分嗎? 對,是10公分 所以就這樣,像我剛剛看的 然後最後把他拿著 趕快把它鋪在裙子裡面去 鋪在裙子裡面去 是不是這樣 謝謝 我幫我... 這樣有清楚嗎? 不清楚 蛤? 有點困 蛤? 四個畫畫的 看到音樂 有這麼滑到嗎? 谢谢大家